热带岛国天然美景 有着印度洋上的珍珠美名 南亚国家斯里兰卡 更是名列世界三大名茶之一的西兰红茶产地 茶叶的清爽香气 每年可替斯里兰卡赚进十几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如今斯里兰卡政府更把脑筋冻到西兰红茶这个金基母上 近日伊朗政府宣布同意斯里兰卡以分期交付茶叶的形式 偿还过去从伊朗欠下的约2.51亿美元的石油债务 把茶叶出口到伊朗也不会违反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制裁禁运 而斯里兰卡以茶抵债正式反映了他们严重的财务危机 这些是国家的急远时期 斯里兰卡债台高筑外汇存底几乎枯竭可能在今年破产 更别说斯里兰卡深陷中国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 光是对中国的欠债超过80亿美元 逼得斯里兰卡只能在2017年把汉班脱塔港租给中国99年还债 甚至可伦坡当局为了偿还国内贷款和外国债券狂印钞票 反而更加速国内通货膨胀 菜价以上涨超过50% 何况基本食物都仰赖进口 更被说斯里兰卡多种植经济作物 结果去年5月当局提倡禁用化肥发展有机农业 但当地稻米农作生产跟不上有机脚步 加上气候变迁反而欠收 物价上涨让民众买吃的都不容易 然而斯里兰卡物产丰饶更盛产宝石 查出世界上最大蓝宝石 根据外媒消息 沙古里阿拉伯某家企业已出价100万美元 还没有经过国际级珠宝鉴定机构认证 国际珠宝买家就已磨刀破破 可建训兰卡本有发展潜力 然而却在疫情打住国际观光 和当局连串错误政策下 斯里兰卡2022一开年就面临破产崩溃边缘 东新闻黄信玺可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